首先 請黃國昌教授發言 黃教授 請 主席 各位委員 在座各位的學者專家 大家早安 針對今天 立法院行使 考試委員 童議權 這樣一個公聽程序 我在會前的時候 有提供一份書面資料 供各位參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就我書面發言稿上面的主旨 做下面簡要的報告 第一件事情 或許跟今天舉辦這個公聽會的目的 並不是直接相關 但是我還是希望利用這個時間提出來 也就是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程序 跟它的規範 需要經過重新徹底的檢討 那為什麼我會提出這樣的主張呢 個人在2010年10月4號的時候 也曾經出席過大院 全院委員會 針對司法院政府院長 暨大法官的同意權審查公聽會的時候 在那次公聽會的時候 我就曾經提出來 立法院就有關於憲政機關成員 在進行同意權審查的時候 以這種公聽會的形式來加以舉辦 事實上它的審查的密度 跟審查的品質還有效能 恐怕沒有辦法符合當代法治國家的要求 因此在2010年10月4號的時候 我事實上曾經也在同一個場所 同一個地方發表過一樣的意見 希望立法院可以就有關於 憲政機關成員人事同意權的行使 審查的密度必須要大幅的提升 審查的程序也必須要更嚴謹化 那當然不管從第10屆還是第11屆 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甚至是大法官的審查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可能在整個審查的程序上 甚至到立法院整個正式質詢的程序上面 黨同罰議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但是如果進一步細緻的看 整個審查過程當中所提出來的問題 絕大部分都充斥在有關於政治立場 政治思考以及有關於時事上面的問答上面 那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如果各位跟美國的國會 他在行使有關於要求參議院行使人事同意權 所正式建構起來的聽證程序相比 是遠遠的不及格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只要上美國國會頻道C-SPAN的電視 看一下他們的國會聽證程序 針對人事同意權是怎麼樣來加以進行的 跟我國進行的方式加以比較 就可以知道了 那因此我要提出的第一點建議是 在法制面上面請大會慎重的考慮 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正式建立國會聽證程序 重新樹立國會職權行使 他應該有的莊嚴慎重品質跟效能 那我第二點書面意見的要旨 主要是要呼籲大院 就有關於考試院組織的規範 必須要重新徹底的再反省跟再檢討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憲法第八十四條 只有明定考試院社院長及副院長各億人 就考試委員的名額 跟其他的憲政機關成員 例如立法委員大法官監察委員的名額 是有在憲法徵修條文當中予以明定 大不相同 我們目前有關於考試委員的名額 是由國會立法補充 規定在考試院組織法第三條 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定為十九人 那問題是 考試院考試委員十九人的設計 為什麼設計成是十九人呢 各位如果從整個立法研格的歷史上面 可以清楚的發現 我們在1947年修正考試院組織法 從本來的十一個人 擴增為今天的十九人後 就有關於考試委員的人數 就沒有再經過任何的檢討修正 那問題是 為什麼要有十九個考試委員呢 到目前為止 本人片番點擊都沒有辦法尋得 具有說服力的立法理由 那一個從歷史性考察的觀點啊 是前考選部以及全序部的次長 徐有守先生 他曾經在一個座談會當中啊 所提出來的 行線以後我國才有考試委員 行線以前是沒有考試委員的 來到台灣之後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不成文法 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 一個省一個考試委員 然後西北東北西南地區 各加起來一個考試委員 這是一個大國必須要有的情形 這就好比美國 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 美國也有名額分配 美國中央的公務機關任用 一定要配合啊 雲雲 但是啊各位如果看 歷史上面 雖然可以詮釋 我們過去為什麼要 就考試委員的名額做這樣子安排 但是歷史卻沒有辦法正立 為什麼我們現在需要如此 從我國整個政府當代的組織 跟現代的功能 一個我們必須要繼續追問的 第二個問題是 設置19名考試委員的必要性何在 事實上個人的潛見是 無論是由最四功能組織 或者是從資源效率配置的觀點 19名考試委員的設置 根本就是超越組織任務需求的 過度資源浪費 在各個國家的立法力當中 即使在服務員人口 已經遠遠背書於我國的 當代法治國家當中 你也很難發現 類似於我國的例子 為獨立的考選 權序文官的目的 設置19個具憲政地位的 特任官的例子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啊 姑且不論啊剛剛講過 我國國會在考試委員 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曾經出現過令人遺憾的 黨同罰議的現象 但是問題是啊 我國考試委員的名位 在一般社會的輿論當中啊 經常被積為 因政治仇佣而卻評重選 過氣的御用打手 無疑黑馬後的養老院 使得憲法 希望賦予考試委員的 莊嚴形象 跟崇高地位 只存在於教科書 在現實的社會當中 是不是啊 還存在恐怕大有檢討啊 的餘地 那因此 個人的第二點建議是啊 大院慎重考慮修正過時 而不符於21世紀 時代需求的考試院主持法 重新檢討合理的考試委員人數 那第三個面向啊是 就考試委員同意權審查的時候面向 以及啊他的啊 具體問題 第一個前提啊 的論點是 我國的考試院採取的是何議制 針對這個憲政機關 受憲法所付托的具體權利行使 所有的考試委員 都有實質相同的參與決定權利 因此 大院就所有的被提名人 都應該採取實質相同的審查基準 第二個 就具體的審查基準而言 除了考試院主持法第四條 所設的刑事資格要件外 以就下面三個面向 具體的考慮他的實質資格要件 第一個面向是超越黨派啊 的獨立性 那這個已經規範啊 在我國憲法第88條當中 雖然我國的憲政學者 對於考試委員跟大法官 在性質上面 是不是要有相同的 超越黨派性的要求 有不一樣的見解 那不過 憲法第88條 既然這樣子明文的規定啊 恐怕大院啊 在進行審查的時候 還是必須要予以尊重 那第二個 是品德操守啊 跟倫理奮技 我國人民長久以來 對於考試的公平性 以及文官禁用 與升遷的公正性 一直都抱持高標準的要求 也正是因為啊 這個樣子 對於之前所發生過的一些啊 不幸的例子 譬如說考試委員啊 疑似曾經出版考試用的教科書 這樣子啊 的世界就引發輿論啊 非常大的關切 因此 掌握非常多考權大權的考試委員 對於品德操守的要求 應該遠遠高於啊 一般的文官之上 那至於對被提名人 品德操守的檢驗 必須要在過去各項行為 事實表現啊 當作基礎 更應該重在他既往工作職位上 是不是謹守相關的倫理奮記啊 以及守則 那第三個是有關於啊 專業能力 跟促進我國文官體系啊 改革的意見 考試委員對於文官的選拔 任用權序乃至整個文官體系 必須要具備相當的專業能力 這本不代言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在審查過程當中 除了進行行事的書面審查之外 更應該將重心置於被提名人 對於我國文官體系各項問題的掌握 以及我國文官體系 未來應有的改革兩大主軸 他具有什麼樣的實際理解能力 具有什麼樣具體的見解主張 審查的標準 不應該英雄漏席低落字 是否任何與考試權行使有關的 學位訓練或經驗 而應該提升到 他是不是有為我國破壞 符合21世紀時代需求 與國際競爭能力的文官考選 升遷制度的能力以及視野 因此利用最後一點時間 我要呼籲的事情 與其將原本就十分不充足的 審查時間 浪費在政治思想與實施問題上 不如將這些時間 放於更具現實性的問題之上 時間到了 謝謝 好 再繼續請黃教授 黃教授 國昌答覆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由於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所以有些問題沒有辦法回答的 就請見諒 那我就盡量把這三分鐘的時間 做一個有效力的運用 第一個 首先回答由委員美女 所提出來的問題 就有關於三位被提名人 他們是不是有業外收入 老實說我不知道 老實說我不知道 我也不應該知道 因為那是他們個人 資訊保護的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一直說 立法院要建立一個 嚴肅的聽證程序 因為當我們的國會 連這些基本的資訊 都沒有掌握的話 要進行什麼實質有意義的審查呢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有一位大法官 現在已經任大法官了 我自己在進行 法學判例研究的時候 才發現他牽涉到 有關於仲裁人 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看到那個判決 往復於台灣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 長達五次之久 到現在判決還沒有確定 當我研究到那個判決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當初立法院 在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是不是有處理這個問題 答案是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因為沒有人問 所以他也不用回答 那為什麼 所以在2010年 我也是坐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我記得還很清楚 我坐在這個位置 那個時候 這一次的被提名的 黃錦棠教授 坐在我右手邊 也就是我現在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我提出了這樣子的建議 可是到了今天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事情 有任何的改於 沒有任何的事情 有任何的改變 這個也是我自己覺得 比較遺憾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就牽涉到 有關於剛剛 李委員同好 所提出來的 指揮忠誠性的問題 我覺得李委員的問題 某個程度上 已經另外一個委員 在發言的時候 已經回答了您的問題 因為剛剛另外一個委員 他發言的時候 對於被提名人 我們重視的是 他對於改革 我國文官體制的 徹底改革 他是不是有使命感 他是不是有熱情 一個對於這樣子的職務 可以說走就走 說來就來的人 那您認為 他對於文官體制的徹底改革 是不是有使命感 是不是有熱情 如果有使命感 或者是有熱情的話 怎麼會選擇這樣子的進退呢 那第三個問題 是有關於補食的問題 在我個人的潛見裡面 由於考試院的副院長 他有備位的性質 也就是當考試院院長 因故不能逝世的時候 他必須要馬上的肩負 院長在憲政下面 所賦予他的責任 所以應該要立即的 來加以補食 但是對於考試委員 本身我則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我的看法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從組織功能最適分配的角度 來看現在考試院的運作 不過有剛剛委員指證說 考試院委員的人數問題 不是這次審查會的重點 所以我就想 我就不要繼續再說太多了 不過剛剛李委員 就日本文官制度所提出來的資訊 我相信對於大院在行使同義權 以及未來制度改革的時候 已經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謝謝 謝謝黃教授 繼續進行 黃委員好 民事長您好 今天大院送來有關於在接下來 所要推動的立法計畫 我在裡面 並沒有看到 有關於考試院 組織法的立法計畫 我先從一個原始的問題問您 現在考試委員有幾個人 19個 按照什麼法律制定 是憲法的規定嗎 考試院組織法 這部分人數部分 憲法上沒有提到 所以是考試院組織法嗎 你知不知道 在1947年的時候 從11個人提到19個人 從11個人提到19個人 立法理由是什麼 我們考試院 在這方面 有做過一個清查了解 有外面說 當時是以這個 審級分布啊 等等來設定 但是沒有確確的答案 來 停一下 我到目前為止 我大概翻了很多文獻 因為這件事情啊 我在2010年 11年 那時候考試院人事同意權 審查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學者 那受到立法院的邀請 就人事同意權 以學者的身份 到立法院 來表達我的看法 那那個時候 我參加公聽會的時候 我一定很認真 我大概把所有的資料 雖然時間很短 我能夠搜尋的 就盡量搜尋 這個是我唯一找到的理由啊 就是 由前考選部 全序部次長 徐有守先生 他曾經講過啊 說 行線以後才有考試委員 行線以前是沒有考試委員 來到台灣以後 大家都知道 有個不成文法 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 一省一個考試委員 然後西北東北西南 各區加起來 19個考試委員 就是這樣子分配的 這個就是 1947年的立法理由 我想要請教一下秘書長 現在是21世紀啊 我們還需要這麼多考試委員嗎 報告委員 這個考試委員 人數的多寡是一回事 但是 目前的實際的運作啊 19位考試委員 都來自不同的領域 他們都是領域的精英 那在用核議制的這個體制之下呢 他們能夠發揮多元專業思考的這樣的功能 我再請教你喔 是 你覺得日本的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日本文官制度中央和地方是分立的 決然不同兩套 這個我了解 然後我現在問你的是 日本的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我不敢說好 因為日本經濟已經衰退20年 現在爬不起來 所以我不敢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國的文官制度 跟日本的文官制度比起來 事實上 我國的文官制度 可能比日本的文官制度還要更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這個問題漸人漸制 我不敢說它一定比我們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在伯仲之間嗎 沒有關係啦 沒有 我的特色 你講的話都會留成紀錄啦 以後大家可以進一步去評試 這個是我們考試院的人事費 院長 副院長 秘書長 各藝人 考試委員19個人 加起來 這是每年5200多萬 我們人事支出啊 來先請 蔡部長 還有周部長 好 請蔡部長 周部長 我可以下去了 可以 那個蔡老師跟周老師好 兩位都是我法界的前輩 非常恭喜兩位 擔任兩個重要部會 兩個重要部會的部長 希望在國會未來的時間啊 能夠好好的繼續合作 那不過現在是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職權 那我現在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該質詢的事情 我還是要請教兩位的意見 請問兩位啊 從你們自己過去 在這個領域當中的研究 認為考試委員 需不需要有19位 沒有關係 看誰要先答都可以 19位的人數是剛剛好還是太多 還是你如果認為說 從我國憲法憲政架構 根本就應該要從五權憲法 改成三權憲法 考試院監察院兩個院要廢除 像四年節 現在任市長 他在去年推動整個修憲的過程當中 他就很清楚的說出了他自己的法律確信 那請問兩位部長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認為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19位剛剛好 還是太多 還是認為根本考試院這個組織 就應該要裁測掉 合併到行政院當中 來請 謝謝委員的摧訊喔 這個 考選部是考試院所屬機關喔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是略嫌尷尬 但是這個既然委員垂詢喔 我想就是這個本於初衷來回答 這個我認為這個問題 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個層次是 現行的這個考試委員喔 經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就職 任期六年喔 那任期將應該是會在 應該是會在四年後 這個將近五年的時候 到期就這個部分而言 個人認為 無論這個法律制度 乃至於這個修憲喔 都應該要有存續保障 就這個現任考試委員的部分 那至於未來的這個 不管是考試院組織法 還是甚至有修憲之意 所以我個人認為 心智應該要就這個問題 可以再做一個有一個思考調整的空間 也就是這個考試委員的最重要的職責 是依憲法規定 獨立行使 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考試委員的任務 是在依據憲法的規定 以及法律的規定 確保考試制度 以及考試選財的這個國家人才 主要是公務員能夠依法任用 我覺得這個任務 是要在法律的這個前提之下來行使 所以我個人認為 考試委員的任務 既然是依法律來確保 這個憲法所設計的這個權限 能夠這個 這個這種順利的開展 那理應依法律行使這方面的職權 所以人數其實不用那麼多 好 謝謝蔡部長 來請周部長 八委員 因為全系部是考試院的首屬機關 那我們當然是要尊重現行的體制 那至於要不要去修正 那當然我們也會尊重包括立法院的意見 現在如果有立委提案 要修考試院組織法 人數要降低 然後你現在針對這個法律修正案 到本院來表示看法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是目前因為我們是考試院的校使機關 這個也不屬於我們的職權 所以我們實在不方便 就這一部分的來表示意見 沒有啦我相信兩位法界的前輩啊 都很清楚啊 世界各國大概人事制度 我相信兩位前輩念的書比我還多 比我還清楚啊 日本的人事院只有三個人 我們有19個人 那當然啦他們中央跟地方是割離開了沒有錯 但是日本的中央公務員有多少人 其實大家看一下資料就知道了 那更重要的是啊 他們雖然只有三個人 他要求說 任期兩個人不可以屬於同一個政黨 以及任命前五年為中央或部會 都道府縣之公職候選人 依人事規則通通不給人事官 他雖然劃在行政權下面 但是他們對於所謂考試 所謂人事的獨立性 是透過這樣子方式來界定的 那兩位認為我們現在目前的 19位考試委員當中 有多少符合這樣子的性質描述 又有多少是違反 有多少是政治酬庸的 有多少曾經在一個既有的政黨當中 扮演主要的地位或者是角色 這樣子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革嗎 時間到了喔 那個主席我可以再接一分鐘嗎 下次要還 好好好 謝謝主席 再請一下秘書長 不好意思 兩位部長請回 李秘書長 這個是喔 你們2015年出國考察 按照以前立法院的要求 全部都有詳細列出來了 然後提出了25項建議 現在採行建議的項數 目前是裡 全部都還在研議當中 那沒有關係 你會說喔 可能2015年 還早嘛 有很多具體的建議 你們還要討論 還要研議 沒有關係 我們明年再來看 你們出國考察的結果 去了非常多的國家 從歐洲 到東南亞 我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按照你們去年的決算書說 你們有一位考試委員到新加坡 去參訪年金制度 然後在2015年11月2號 提出了這個報告 結果這個報告 我找了半天 我都找不到 我完全在網上找不到 我後來經過了交互比對 我發現了 有另外一份 公務人員退休輔助基金監理委員會 他們主辦的計畫 是參訪新加坡 資產管理機構 報告的日期 跟你們前面標註的 一樣 是11月2號 那所以 這兩份報告 是同一份報告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嘛 因為監理會 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所以 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 跟年金制度考察 是兩回事嘛 所以應該有兩份報告嘛 那沒關係 我今天時間到了齁 我現在只有找到 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報告 那請秘書長 會後麻煩院內的同仁 把這個年金制度的考察報告 能夠送出來 那同時 你們在網上應該要公告的報告 就請公告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很確認的跟你講 這份年金制度考察的報告 我找不到 應該都有上網啊 沒有關係 你以後把那個報告找出來了以後 我再跟你對就好了 OK 謝謝 好 謝謝 好 秘書長請回 我們接下來 謝謝 請鄭天財委員 鄭天財委員 質詢之後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兩位部長 蔡部長跟周部長 所以這裡呢 我就要請問你 你知道現在考試委員有幾位 19位 編制上是19位 對 這19位編制怎麼來的 其實因為您看起來很在意歷史 我就講歷史 我查過歷史是民國36年 1947年的時候呢 他修了考試委員組織法 那當時是用11位 擴增到19位 對 其後呢 沒有再改過 那大家都對於立法理由非常不清楚 但是前全序部長徐優守 他有過一個研究案 我們看過他的研究 paper 他是認為呢 就是現行呢 其實常態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的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包括美國的聯邦制 他也是有名額分配 他叫做分區定額 但是當時的分區是考慮了整個中國大陸 所以他認為省區的平衡需要這麼多人 那個資料我有 他是說呢 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 一省一個考試委員 而西北、東北、西南各地區 一區一個 加起來共19個 那請問你是哪一個區啊 但是事實上呢 他現在的分區呢 我有請教過考試員 他說現在的分區 因為這個已經是歷史的成績了 但是既然沒有修訂 而他們的業務量已經擴增到 譬如說光是考試 他有一千一百六十五個科目 跟當初的業務量是暴增的千倍之度 所以他們又有七千億的退付基金 需要支持 需要處理 所以他認為業務量之下 他人員沒有辦法剪下來 他是叫做行業專長別的分區定額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道理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使得我們有考試院 而這個憲法制定在中國制定 拿到台灣來適用 現在我們的實際適用的領域 就是台澎金嘛 我們法與實轉則智 智與事宜則有功 我們現在國家這麼小 我們現在財政這麼困難 我們要去提供這個預算 讓十九位部長級的這個委員 坦白講你們十九位啊 那個工作量啊 加起來沒有一個在你這裡的經濟部長的工作量 我可以跟你報告 那個經濟部長在這裡被我們執行的他掌管這麼多業務啊 他的薪水才跟一個考試委員差不多 你們會覺得說這樣是公平嗎 是目前我查過業務量 因為每年的考生高達七十五萬 剛才講一千一百六十五個考科 那我是同意您的看法 因為先進國家對於資源的效率配置呢 是認為很在意 但是即使是修改憲法 修改憲法或者是修改法律的權責 目前還在大院 我們會尊重您的看法 我們十九個考試委員 六年下來啊 會使用掉 我不說浪費了 畢竟裡面提供勞務啊 將近五億台幣 五億台幣 所以我們現在國家的財政這麼困難 我們是否還有這麼必要 去補這麼多考試委員 這是我們覺得 非常有必要替國民來問的一個地方 因為考試委員的業務 無非就是找點視委員來出題 越見又是我們這些 越見委員相識委員來越見 那麼這樣呢 是否有值得我們國家去 花這麼多的經費呢 我在這裡是代表我們台灣很多的民意 來跟你提出 這一個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必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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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